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被加入出口管制黑名单意味着 任何向这些实体提供美国材料或服务的供应商 在出货前都需要 达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 美国商务部说 这些实体的行为已被美国政府确定为 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 之所以将它们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是因为这些实体获取同仕图 获取源自美国的产品 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行动 前总统川普星期一提出一项动议 要求联邦法官 在任命一名第三方监督者之前 阻止司法部审查 从他的海湖庄园搜走的文件 这是自联邦调查局 8月8日特集川普的住所以来 他的法律团队提出的第一份法庭动议 在这份文件中 律师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 并提供更详细的所没收物品的清单 并归还任何不属于搜查令指定范围的 被扣押物品 这份动议文件中说 联邦调查局特工 拿走了受保密特权或潜在的 保密特权保护的材料 例如相片 搜射筆记和多半川普护照 律师说 这个超出了搜查令的合法范围 川普的律师在文件中写道 執法部门应该是保护美国人的盾牌 它不能成为被用作政治目的的武器 一位曾担任推特安全主管的举报人 佩特·扎特科近日表示 推特在机器人数量问题上 误渡了特斯拉主管艾隆曼斯克 这个可能对世界首富 和推特之间的官司产生影响 佩特·扎特科 在7月向联邦监管机构提交的一份披露文件中 就推特的网络安全政策 提出了一系列爆炸性指控 其中包括声称推特 对艾隆曼斯克就机器人问题实况 扎德科披露 推特使用了一种 称为可货币化每日活跃用户的 不透明指标 而不是早期的阅度用户总数指标 因此推特上 垃圾账号和机器人的真实数量 可能明显高过公司声称的5% 另外据CNN和华盛顿邮报报导 扎特科还声称这家社交媒体巨头 存在重大安全缺陷 威胁到平台上的隐私 和更广泛的国家安全 扎特科指控推特 对其安全设置作出虚假声明 违反了与联邦贸易委员会 达成的祸解协议 并且该公司领导层 在安全问题上误导了政府及其董事会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 在进行关于COVID-19疗法的重要试验后 而将研究焦点转向后斗治疗方式 路透社报道 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先前 曾经在康复试验中 专注于4种COVID-19有效疗法 该团队星期二宣布 将开始进行称为 白金试验的新试验 以确认美国制药公司Siga Technologist的特科维利马特抗病毒药物 能否有效治疗后斗 白金试验获得英国政府资助的370万英镑 只在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 受试者将参加为期14天的疗程 每日两次服用特科维利马特或安慰剂 虽然目前已经有针对天花研究的疫苗 有助降低后斗感染风险 但目前仍欠加快后斗患者康复速度的有效疗法 这个月较早是 美国官员也透露他们 正计划在国内进行 随机对照临场试验 以判定特科维利马特 是否可以获得批准 用于治疗后斗 苹果公司计划在中国首次发行 iPhone 14两个月后 开始在印度生产这款新手机 这个将大大缩小 中印两国的生产时间差距 分析指出 这是苹果实现供应多元化的重要步骤 印度的第一批苹果iPhone 14s 可能是今年10月底或11月底完成 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称 由于习政府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 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 扰乱了经济活动 长期以来在中国生产大部分iPhone的 苹果公司正在寻求替代方案 彭博社披露这个消息后 在印度经销苹果产品的 雷丁顿印度有限公司的股价升幅 高达9.5% 苹果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富士康也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美国新屋销售出现今年第六次下跌 由于房屋价格持续上升 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 美国扣房者正退出抢房市场 商务部星期二指出 收房价和高抵押贷款利率影响 7月份的新丹湖住宅销售量 躁降至6年半低位 商务部表示 7月的新屋销售下降了12.6%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增长是 51万1千吨 创下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月份的销售年增幅收定为 58万5千吨 自美联储加息以来 住房市场一直配受打击 人口普查局和美国住房 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 新屋销售报告显示 新屋销售价格中值 同比上升8.2%至43万9千元 是2020年底以来的最低升幅 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 新屋供应需要10.9个月先难的耗尽 是至2009年以来的最长时间 几乎是今年年初的两倍 国会三部同CNN等媒体近日报道 在联邦学生贷款暂停上还 即将在8月31日到期之際 拜登总统将在这个星期三 专布新计划取消大量学生贷款债务 并进一步延长暂停上还的期限 根据知情人士的最新说法 拜登还同中宣布 为年收入不超过12万5千元的 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免除 每日1万元的债务 这个将会兑现拜登在参加 2020年大选时所作出的政治承诺 并成为美国史上 规模最大的单次个人 联邦学生债务减免 此外拜登还将再次延长 联邦学生贷款的暂停上付期限 四个月时间 这亦是至2020年3月以来 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累计 第六次延期暂停上还债务 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 近日同意支付81万6千美元的罚款 因为它向旧金山湾区 派放了1,650万加仑 未经部分处理的废水 2020年10月 污水从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的一处设施 流入海湾的这住民内港 旧金山海湾地区水质控制委员会批准了这解决方案 该委员会表示 废水是一场大暴雨期间排放的 水质控制委员会说 排放的绿浓度对水生生物有毒 在排放之前 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已经用完了用于去除绿的化学物质 水务委员会表示 该和解协议在上周五敲定 东湾市政公用事业区为解决违反2014年 联邦同意令而支付的 罚金可抵免2万9千元 联邦同意令为该设施的绿化物排放设定额外要求 纽约州州长霍采星期一宣布 在新学年开始前 纽约州正取消对中小学的COVID-19限制措施 霍采表示 这个意味着 如果一个同学的COVID检测结果呈阳性 而你的小孩没有症状 只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戴上口罩 你的小孩就可以留在学校 这个就是我们的建议 霍采仪星期一还说 学校也不再需要对幼稚园至12年级的学生 进行随机抽养检测来跟踪感染率 研究表明 学校的感染率远低于其他社会环境 如果个别学校愿意 仍然可以对参加体育和合唱等 高风险活动的学生进行检测 学校中任何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的人 仍需隔离5日 并在返回学校后戴口罩至少5日 在极端热浪和干旱肆虐下 西班牙今年野火破纪录 至今爆发超过7000宗森林火灾 包括45处大型野火 无情火势烧毁超过28万公顷土地 并终成27500人流离失所 三人不幸丧生 根据西班牙官方17日发布的报告 西班牙到8月7日为止 已经发生7234宗规模不等的森林火灾 高过过去10年平均次数的5% 其中68宗森林火灾 在燃烧不到1公顷之前就被撲灭 但有2298宗火势蔓延超过1公顷 报告也指出西班牙木战已爆发 45宗影响范围超过500公顷的大型野火 西班牙政府星期二正式 将今年夏天受到大型野火严重危害 因此引发民防紧急救难的地区 命名定义为重灾难区 以提供特殊经济援助 国会三报星期二报道 拜登总统上星期签署了削减通胀法案 该法案为国税局提供了800亿美元资金 有消息称国税局正在考虑对民众的报税方式进行改革 削减通胀法案其中的1500万美元 将用于提交一份关于政府运营的免费电子报税系统的报告 但国税局的报告交付期限非常紧张 只有一年时间税务专家表示 该系统可以采取两种基本方式 一种更保守 一种范围更广泛 更保守的选择是类似 Interior H&R Block等报税软件的政府化版本 而第二种选择是免退税申报 意味着政府会为你纳税 代购所欠的税款 而无需纳税人提交表格 但专家表示基于美国税法中的所有税收底面规定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纳税人自己报税是更方便的选择 韩国汽车製造商现代和喜亚近日宣布 将在美国召回超过28万1000辆汽车 原因是车辆停放在室内存在起火风险 美国和加拿大已报告了25宗相关火灾事件 但没有碰撞或伤亡出现 现代和喜亚已告知一些大型SUV车主 因将车辆停放在室内并远离建筑物 一次召回的车辆具体包括超过24万5000辆 现代Paris State SUV和超过36000辆喜亚Terrora SUV 出厂年份在2020-2022年之间 这些公司表示碎片和湿气汇积聚在拖车接线的电路板上 这可能会导致电器短路从而导致火灾 现代表示经销商将检查接线并拆除一条保险丝作为临时维修 起亚就没有临时维修计划 两家公司表示正开发最终修复方案 此外经销商已经停止销售受影响的车型 直到维修完成 一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稀土加工企业 尼奥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 星期一表示已购买了格陵兰岛稀土陷探权 以满足对生产永久磁铁矿物日益增长的需求 同时帮助摆脱中共垄断 该公司计划开发格陵兰岛西南部的薩伐托克矿厂 并将矿石送到其位于东欧外山尼亚的工厂 中国目前在全球稀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 加工了世界上约85%的稀土 近年来 鉴于稀土对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重要性 已经吸引了美中和其他国家决策者的注意 美国、欧洲和日本 称其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是一种国家安全风险 并试图使其供应多样化 8月23日本导体巨头英特尔 与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布鲁克·菲尔德 达成300亿美元融资合作协议 英特尔财务长申斯娜表示 根据协议英特尔准备在美国阿里桑那州 钱德勒新建的晶片製造设施 将由英特尔支付51%的建厂成本 申斯娜说新厂将由一个融资工具持有 而英特尔将拥有它的控股权 布鲁克·菲尔德就将拥有这个实体的正余股权 工厂仍收入两家公司评分 布鲁克·菲尔德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7500亿美元 它的基础建设部门经理合伙人皮克表示 这类合作交易在能源和电讯等产业常见 现在也开始是晶片业出现 因为后者的资本需求越来越大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各位